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觉到就比较失望 那么他跟苏联之间又有什么样的关系 所以我想听听就是苏联是否曾经扶持过孙中山 苏联当时在中国活跃的时候 他找的代理人呢 冯颖强的这个人呢 就是说呢 他非常愚昧而言 主要我认为是两个言说 一个是冯颖强这个人呢 他出耳反耳 经常出耳反耳 早晨做了决定 晚上又修改这个决定 所以说就导致呢 他这个苏联克格勃呢 虽然他是克格勃的中心的工具 但克格勃觉得这个家伙很蠢 觉得这个家伙呢 就是用起来很麻烦 而且呢 却是不仅存在着困难 因为西北穿过那个内门 穿过这个也好 穿过新疆也好 想给这个风雨 想输送这个粮草蛋约 是非常困难的 实际上西伯利亚铁路 在红军的那时候没有能力轻易 而且也用不过来 就算想把这个大量的军火用过去很困难 所以那时候呢 他急于想在沿海找到一个据点 而在这时候呢 正好呢 盛中山的时候呢 就是跟那个西南的一些人 经常到一些这个在广州地带 一定获得了一个立足点 当时主要是广东省这个都军呢 就是陈久明 是一个比较 比较有头脑的这个政治家 和这个军事家 他在那个地方呢 背靠香港 而且呢 陈久明最让我称道的是什么呢 他在广州那个地方 在他的军队辖区之内 他在那个广州就成了一个自由的这个地方 就是允许各个地方的广西军队 甚至云南军队都可以再生成 而且他还鼓励当地的商团建立一个军队 商团据说的武装有达到3000人之久 而且装备了当时非常好的武器 英式武器 这个就是说呢 陈久明他这个人 他有一种自治精神 一种非常 在当时中国各地军阀当中 他就有一种罕见的胸怀 就是说你每个人 每个团体 你都可以按照自己的愿望来生活 建立自己的队伍 这个就带有一种 英国的那种宪政的味道 就是英国 我们都知道 英国有皇家海军 有皇家这个空军 但英国没有皇家陆军 为什么呢 因为英国他作为一个岛屿呢 过去的一个协议就认为了 国王不需要陆军 所以英国的这个军队 过去呢 都没有什么陆军 国王本人就是一个1000人的位队 除此之外呢 他不像中国 中国总是用硕士兰大军 来坚持老百姓 随时准备的老百姓台战 英皇没有 英皇只有1000人的位队 仅仅能保卫他的皇宫 或者他出新的时候 能有几百人保护他的安全 皇室成员的安全 能剩下几百人保护他的皇宫 他没有什么队伍 而有的这个贵族的队伍 都有上千人 就到现在英国还有私人军队 就是那些贵族 还有自己的私人军队 而且军队与军队之间 能够和平共产 这个也就是英国特有的现象 当然美国现在各地民兵 他也是这样 美国是继承了英国的传统 但在中国当时 能够有这种情况 甚至两千年来没有 其他任何时候 你都必须补充那个皇帝国皇 陈旧明就比较宽容 所以说陈旧明 这种意义的 哎呀 这个盛中山 你愿意在这个地方 搞一个什么黄埔军校 跟苏联人合作 开始报警 开始报警 宽容的态度 觉得你只要不倒乱 不破坏 不破坏 不在我们广东这地方惹乱了 你搞什么就还是可以的 所以说这 这次的克格勃如何自保 因为那个黄埔广 是一个很好的港口 就是说能够直接运进来 很多战略物质 因为现在战争呢是 一分钟都离不开那个子弹 子弹呢 当时中国没有什么生产能力 生产的汉洋灶 那个质量很差 都没有问西方枪界相比 所以说呢 苏联人呢 最后终于 在冯玉墙之后呢 又找到了一个合作的沈中山 当然一谈到沈中山 可能很多人都会跳起脚来 觉得中华民国那个时期 是非常美好的 实际上中华民国相对于共产党 当然是非常好的 但是呢 他是终于去中国 他是2000年中国 在八国来年推动下 走向民主 走向自由 走向宪政之后呢 第一波倒退 也就是苏联人呢 终于 创建了黄埔军 黄埔军 其实是一个雇佣军学校 因为你碰到一个学校 是不是具有雇佣性质的话 你就看他随时老板 就相当于现在 你任何人 任何集团 比如说在广州 黄埔那个地方 租下来 跟通过贿赂当地领导人 把他租下来 然后 我在那个地方 开办一个训练学校 训练军人的学校 军政人员的学校 就看谁出了这个钱 谁出了钱 黄埔军校 我看到他那个记录 陈久明打印15条枪 结果几个月以后都没给 然后苏联人第一次 就运去了8000支 当时最新式的 这个苏联招武枪 这8000支武枪 当时是中国 可以武装中国 最好的最能干的一支军队 最后又运来了几万条枪 不断断断训断 弹药更是运的比较多 又运来了几千瓦 上一发子弹 然后子弹炮弹 甚至包括各种各样的 这个军用的物质 运源不断的运航 而且呢 可以这么说 黄埔军校的这个金钱武器 百分之百来 在这种情况下 谁是老板 不是一清二楚吗 深中山也好 你讲的 谁也好 深中山你不过就是相当于 苏联在中国找到的一个代理人 你就成了代理人 而且他的三民主义实际上 也接近于共产主义 因为从来我们在美国生活 我们知道美国没有什么三民主义 也没有什么市民主义 也没有什么五民主义 他就没有什么主义 英国也没有 自由国家哪里有什么这些主义 这些主义 什么社会主义 什么共产主义 这些主义本身就是组织的意义 也就是说他本身就是很荒谬的 他就是一种 是中国人特有的一种政治词汇 或者苏联人特有的一种 专制欲境下的一种词汇 什么主义不主义的 所以深中山搞的那一套东西呢 他本身呢 从某种意义上 也是迎合苏联人的三民主义 什么联合联共辅助功能 所谓的新三民主义 更是彻底的就能于投靠 因为苏联人他在这个世界上 进行渗透的时候呢 他往往采取的是三套这个步骤 第一个呢 是售买党政经官员 让他们互斗 从中于力 第二个呢 就是配置一些代理性的政党 你比如说深中山 他这个组织呢 国民党呢 相当于就现在的这个叙利亚 我们都知道 现在这个叙利亚阿萨特 他那个叫 对主义 这个伊斯兰社会主义 他跟国民党的性质 基本上是一模一样的 都是就是 第一是民主主义 第二呢 是这个 重视传统文化 第三呢 是社会主义 他跟早期的这个纳粹的 国家社会主义公民党 也是很类似的 跟意大利的法西市党 也是很类似的 法西市党实际上就是社会主义政党 他们都是 基本上大通小异的 国民党呢 所以说他的主持纲年也好 他的什么纲年也好 就跟现在的这个叙利亚 就是导致了叙利亚内战五年 导致这个数百万叙利亚人流利是图 斗兵苦难的这个叙利亚的这个社会 的阿萨特父子 他们是性质是一模一样的 就说 只不过是更无能一些吧 当然叙利亚这个也很无能 跟中国国民党有了异比 就是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 他们都接受了这个苏联的这个制度 都是苏联援助的差 你看那个叙利亚从早期 这个中农战争 那个武器坦克 全部来源于这个苏联上的步枪 现在也还是这个样 所以说国民党呢 他早期呢 也是这个样子 至少在蒋介石后来 跟那个苏联人闹案之前 他的基本上是苏联那个总顾问 说了算 也就是说苏联人呢 征服中国实际上 当时就派了几十个 几百个最多 几十个顾问 几百个特务 带着大量的钱 运了几万支枪 运了大概几千万银元 就几千万卢谷 相当于那时候 一个卢谷大概相当于一两个 之类的 然后呢 在黄埔军校建立了一支 训练了一支队伍 但这支队伍呢 它是新的训练方法 主要苏联的那种训练方法 它利用了呢 就是说东方国家 民众士兵的绝对服从 它训练了一种什么呢 叫做抵近射击 什么叫抵近射击呢 因为我们都知道 任何这个枪支呢 它的射击距离有效射击 都有限 在那个时候的 有效射击 现在有效射击 当然可以达到300米 甚至500米 根据各国家军队的 那个枪支不一样 那时候的射击距离 大概只有100米左右 但是北洋军 以前打仗不是这样的 就是在黄埔军校 在中国训练出 第一支雇佣军之前呢 以前的中国传统军队 就是北洋军队 各个地方的 以及各个地方的军队打仗 简直就像游戏一样 就打来打去 都打不是几个人 因为他都是 很远距离就打枪 所以典型的一支战斗呢 就是那个张勋复辟 袁世凯率领 三万人马 在那个围攻北京 然后呢 双方就在城墙内外作战 张勋的5000士兵呢 就防守北京城 这边呢有三万人进攻 而且双方那时候的战争呢 很有意思 都讲好了 在哪一带打仗 其他地方不要打 其他地方老百姓 还早上出入做生意 该干啥 他就跟我们理解的 这个国共战争 或者其他战争是两次 国共战争 我们知道非常残酷的 长春战役 几百万人口 最后大部分人都饿死被吃掉了 但将近两百万人口 到最后只剩下几十万人口 就是大部分人都被饥饿的 这个平民互相 吃掉了 互相打 因为不允许那些的机民出城 就是为了 让那里的国军屈服 战争残酷的性质 是中国历史上最残酷的这个战争 北洋战争就不通了 简直就双方约好了 那个外交使团也约好了 说你们不能干扰北京市民 不能干扰北京的正常生活 你们要打呢 可以找一块区域 人少的区域 你们在那里打 就像比赛一样 绝格的 所以双方打了三天三夜 也没打死几个人 后来那个美国武官 那个日记被披露 他上面写了 他说我在这个城墙上 看了他们三天 双方的军事互相设计 打了三天仗 我的结论是 中国军队不应该使用 对比武枪这种先进的武器 他们还是使用弓箭 威力更大一点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隔着这么远的距离 几乎打死对方 子弹好不容易 偶尔的碰巧了打中对方 也就是能打一个包 就说几乎找不成死亡 他距离太远了 就是说他都为了自身的安全 在很远就开始开枪 他那个子弹两头说 飞到很远的地方 飘到人头上的时候 或者打到人身上的时候 已经就像飘落的一个弹头了 就说没有那种冲击力了 基本上不能够进入人的身体 不能造成多大的危害 反正打断都是 不做打断都很不容易 所以打了几天也没打十几个人 所以你要看中国老是说 北洋混战怎么怎么的 军阀混战怎么的 但是中国的历史上 从来不写 就当在身上 哪一次混战死了多少人 实际上都死上了了 经常就像打架一样 就说对方闹得完一样 结果打了三天以后 张勋的子弹也打完了 后来端鸡就急了 你老是不退 你家里面打了一把炮弹 而且就打一把 就对了 就表示我有能力 连你家都给打了 张勋一看 瞄头不对了 说底下也没钱了 也买不了更多的子弹了 因为那时候一发自带也需要大概三两年 都是进口的 双方打了就得赢了 实际上 所以说呢 当时的这个军阀的这个战斗力呢 就那样 而且他讲成习惯了 因为是内战的 就让大家想 大家都不好意思 就是说是用残忍的做法 但是共产党一来就不通 这个苏共一来 那个几十个顾问 都是严格命令 不到一百米之内 没有指挥官命令的话 不准射击 很多人恐怕像我们这个年纪的人 都看过的一个夏国阳的那个电影 夏国阳电影 我估计看过这个电影的人 印象都非常深刻 苏联军队为什么都扛着枪 对面的敌人在开枪射击 他们却把枪放在肩膀上 然后按照一定的五点前进 打打打打打打打 继续前进 就要不管敌人怎么射击 用炮打也好 用这个机枪在远处射击也好 哪怕一排一排把他射到 那些视频仍然都端住去 扛着枪 就若无其事的 就好像送死一样 白白送死一样 一直到了某个地方以后了 到了这个射击距离了以后呢 然后指缝完下列 取枪 然后他把枪举起来 然后射击瞄准 然后射击 一起开发一起射击 大家都觉得这个 俄国人这种战法非常奇怪 实际上这是早年非常有效的 这是欧洲战术的一种蜡言 你要仔细看看那个 北美独立战争的也是这个样 因为早期的这个战争呢 西方战争呢 它那个装一发子弹很不容易 所以它要保证 为了提高这个子弹的射击的有效性 它也是从所谓的战略当中 最后总结出最好的一种战术 就是递进射击 一次性射击 消灭一部分 然后再迅速装子弹 再进行射击 而且那时候的这个 这套战术呢 实际上是非常有效的 这套战术结果 经过苏联顾问 几十个顾问训练出来的 那个黄埔军人的枪门兽 那个北洋军 简直就没有办法抵达 如如无人之敬 就像门兽一样 也比如那个丁思桥 赫胜桥 那时候都是乌佩孚 亲自去多战了 他自己甚至那个 对于他的那个亲信的下属 那个四团长都是他亲信的 都止不住他们逃亡 他自己愤怒的都拿刀 都砍了几个四团长的脑袋 都止不住 为什么呢 那些四团长跑到这个乌佩孚 那边就跪倒了 说打战 这仗没法打了 咱们这个打仗 本来意思就是说呢 就像打架一样 这个就是哪有这么拼命的 他们是就端着枪 往你跟前跑 跑到你跟前以后 对人你就是一枪 跑到我们跟前的时候 因为我们的士兵的子弹 都射弹了 还没有装弹子弹 哪有这样弹章 所以我挡不住了 他说你看我这个部下要撤 我也只好跟他们撤 一要杀要管 所以五大学往往气愤的 就打不指挥 路透就是一道 给我灌 然后他想指数军队止不住 连他自己到最后都跑了 因为他那个馈兵呢 都一起就跑了 就是说经常出现 就是几千名这个北伐军士兵 也就是说经过苏联顾问 去年的这个红军军 非常凶残 他简直 因为他四圈 他所有的军官都是受到这样的教育 不到跟下不走开下 这种拼命的打法 就使得当时的中国军队 完全就是受不了 所以说呢 这就是为什么 所谓的这个北伐战争 能够死如破竹 也就是 实际上真正的主力的北伐军队 也就几万人 也就是几万苏联 从黄埔去训练出来 几万共用军 就迅速征服了中国 当然还有其他的 包括贵军 也就是中文的部队 还有这个冯玉强的这个部队 他也起到了作用 他实际上不是黄埔军要训练出来的 但是他领导人也都受了 苏联的收买 也有苏联顾问在他们那里面工作 也是类似于这个黄埔的这个会议 很快就把中国给征服了 实际上 也许别人对我这个说法不战争 说这个几万雇佣军 怎么能够征服中国 大家别忘了 在明朝的时候 我们曾经将近两亿人和一亿多人和 就被几万八旗 八旗兵征服了 八旗兵是什么 是一些民兵 有些猎户拿着大刀 长矛 没有什么 背着工具 没有什么锐链的这个武器 几万人就可以把征服了 实际上在民国时期 尤其在北洋时期的话 那时候日本人可以说 随便来个一万人 他就可以征服中国 因为中国的那时候 各地军阀的战斗力更虚弱 面对一万日本军人 潜质就是不开一步 没有人敢动 很容易的 那一万多英军 不就是一次又一次打败中国吗 中国就是这么一个 中国是一个庞大的国家 但是从来在历史上 尤其在最近的 这个一千年历史上 都不太强大 在很多时候都并不强大 就包括明朝的时候 明朝最好战的 这个中国历史上 最好战的这个朝代 是明朝 明朝始终都在打账 他占领的地盘 也就跟蒙古人 几乎相当 他人口控制的要多得多 但是他的地盘 还没有蒙古人控制的 面对吧 就在整个有名义朝 两百多年都是这样 就蒙古人占领地盘 更大一点 所以说呢 当时呢 这个苏联雇佣军呢 就取得了这么一个 军事上的一个巨大的这个优势 后来的国共两党 也基本上层次起家 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当然这个蒋介石 他的这个 黄埔军校的这个学生呢 有一个特点 实际上 当时在中国呢 他要 黄埔军校要求进行考试 考试的时候 就要求你有一定的文化基础 而当时中国实际上 有文化基础的 都是地主的孩子 就是至少是富农的孩子 穷人是不可能让孩子失职 所以说当时黄埔军校的那些军官呢 实际上 苏联人呢 在这一点上呢 因为当时 他不能直接把关 他是在里面也比较含糊 再加上他对中国人比较欺识和末世 他觉得 我招来的 我养着你 你可能听我的话 他就忘了 这些人呢 实际上都是地主的孩子 所以当后来 当苏联人 非常得意 克格勃就是 允许 毛泽东他们搞这个农会 大规模的这个屠杀地主 在农村搞这个 大土豪分田地的时候 搞这个共产革命的时候 就引起了光明党军官的这个愤怒 像那个 薛克强在长沙 就叛乱 就是说 不愿意再跟这个苏联人合作 实际上当时的这种活动 为什么我还想 它是一个苏联人支持的一个 雇佣军的 因为这个雇佣军的 实际上跟英国人也发生了冲突 在广州的沙面中间 在近南跟日本人也发生了冲突 因为他们都认为 这就是一只苏恶的贵王军 实际上这就是一只典型的苏恶的贵王军 但是当时呢 由于呢 对这次军队的死前没有估计 对它突然出现 而且迅速征服中国 都是感到吃惊的 就是说 西方国家它没有这个经验 面对 比如说当时 可以这么说吧 在中国 中国投入的这个 所有的这个秘密经费当中 苏联能占到百分之九十九 就没有经费 其他国家顶多派几个 顾几个人做间谍 观察中国的政治军事状况 日本人顶多多一点 派个几十名间谍 而且很多还都是明年的 所谓黑龙会的那种 来汇汇地图 了解一下中国的状况 真正有组织 有规模的 大量的这个派出特务 比起来拥有大量精髓的 未有苏联一家 所以他对中国的了解最为透彻 他也就是能够控制中国 他收买了 因为当时你后来你看 国民党的基本上将领 早期的领袖 都是单线联系 包括这个神仲山的老婆 这个宋庆龄 我们知道 长期的都是单独 从克格勃的世界拿钱 因为中国当时 有导入出都有书记 世界各国银行 都可以自由地 把资金进入中国 所以他洗钱 洗黑钱很简单 他把在苏联截略的 那样的财产 用来支持世界革命 他只要通过 有些国家的洋行 转到香港 再转到上海 转到青岛 或者转到广州 沈中山 蒋介石 或者国民党那些将领 廖宗凯 都可以直接 从那个洋行里拿钱 就是银行里拿钱 西方银行里 去拿支票 兑换 兑现就行了 很简单的事情 也就是说资金 非常非常容易地 进入中国 所以克格勃呢 由此也就展开了 控制中国 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 很多人都说 中国人民选择 其实像中国人民 从来没有选择 马克思主义 从来没有选择共产党 就像现在中国人民 也没有做出任何选择 我们看不出来 中国人民有那么选择 因为中国人民 自古以来就被当成僧人 用僧口式的人类 介于任何僧口之间 始终当成这么一种类 受到农业 他没有政治一致 你就像 比如说国内的中国人 没有政治一致 你看海外的六千万华人 有多少有政治一致 明确的政治一致 不管你是支持共产党也好 你反对共产保障也好 有政治一致吗 我们看不出来 那些支持共产党的活动 也得共产党出钱雇佣 他们才去干 你就在美国 比如说你要想搞一个什么 支持习近平 支持共产党的活动 你不出钱 中领馆不出钱 是没有人干的 没有多少人去干 海外的这个华人 有的都生活一百多年了 花钱当然是应该知道 这个共产党主义的悲响 知道这个民族自由的好 但是又有多少人 愿意支持中国人 只有民族运动 总是寻找各种各样的借口 视而不见 就是他们只关注自身的利益 就是中国人没有政治选择 从来没有政治选择 海外生活了一百多年的华人 尚且没有政治选择 怎么能指望 中国一百多年前的那时候的中国人 或者八十年前九十年前的中国人 有政治选择了 没有选择蛮多人统治他们 也没有选择日本人来统治他们 也没有选择国民党来统治他们 也没有选择共产党来统治他们 他们应该像 就像僧人或者草地一样 谁站在他的头上 谁就是他的主人 仅此而已 现在也是如此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 也还是如此 因为大部分中国人就说 管他谁来了 我只要过我的日子就行了 这还是绝大多数 百分之九十九 中国人的这个生存的基本概念 所以说在那个时代 也谈不上人民 有什么选择共产党 或者选择国民党的都舍然 国民党是很凶狠的 到全国各地的 都是去刷标语 然后都是枪制 因为他当时在战场上取得了胜利 所以大家都恐吓 都害怕的 而且去迎接他们 是为了少负得赢的 而且都是 就像欢迎共产党 欢迎国民党 欢迎共产党 都是一样的 还有很多欢迎日本人 当年日本人 占领中国的时候 也有很多欢迎的 就像那个 还有这个叙利亚 你看那个在伊拉克 美军区的时候 那巴格达 大量的人群 去欢迎美军 迅速就把萨达默的 这个头像都推倒了 性质都是大同小异的 就是随时主人 他就支持谁 因为被农役惯了的这个人呢 民主 他从来都是优势 武军正外 都是一样的 只是不过是中国人 在这里要更鲜明 他从来没有什么政治意志 所以北洋这个军队呢 他实际上就是一支 这个苏文 就主要是因为他的强 他的强势从何而来的 你就可以断定他的性质 然后他就迅速的 责任中国 最主要是呢 他在中国建立了一个党政 这么一个 我们在美国知道 这个世界上 现在我们也知道 世界上民主国家 或者自由国家 或者进步的国家 没有哪个政党 建立这些军队的 这是一个基本的城市 我们应该知道 一个党一旦建立了军队 那是很危险的事情 他就要把党的意志 通过军队来强行 就说 始至于整个社会 让整个社会服从 不服从 就以暴力想象 我们能想象 美国共和党 有个共和党军吗 我们能想象 美国民主党 有民主党军吗 我们能想象 英国保守党 有保守党军吗 没有这回事情 没有这个概念 所以在中国历史上 第一次出现了党军 党军是干什么的 党军实际上抢白了 我们现在知道 共产党党党军是什么 他就是皇上的禁卫军 就是统治者 领袖的禁卫军 我们也知道超权的禁卫军是什么活着 他就是金家王朝的党卫军 国民党军也就是党卫军 都是党卫军 一个政党拥有军队 本身就是法西斯主义的 本身就是属于法西斯主义性质 所以说呢 他本身就是反民主反自由的 而且国民党开创了一个先例 还有一个呢 他就是扫荡了中国各地的军阀 本来各地的军阀 你不要扫荡他 你看那个吴平复也好 这个申川坊也好 张作霖也好 这个还有这个 这个其他各地的军阀 他都有自己的相反 就等于说 他是充当了清道夫 他第一轮轮 他就把这些 中国反对苏联的这些东西 给扫掉 扫荡掉 也就是说呢 他是第一波呢 对中国社会进行了一次清洗 他就把那些反书分子 反书精英给淘汰 给消灭掉了 这就为了共产党 就将来共产党在崛起的时候 就没有什么阻挡 更没有什么阻挡 他已经形成了党天下 党天下的概念 已经进入了中国人的脑海里面 也就是说呢 克格国已经成功地 把这个党天下 党政权 党军这个概念 出雾的 置入了中国人的头脑里 这就为下一步 共产党直接的这个 服装企业 直接占领中国 这样一个一个很好的技术 也就是国民党充当了金道普 做了前期的这个 立委性的这个工作 张力 你刚才谈到了黄埔军校 也谈到了北伐 实际上呢 都得到了苏联大量的 军事和经济的援助 也使他们成为一种 一支雇佣军 这在中国的历史上都发生了 并且我感觉到非常奇特的是 其实看看中国的这个历史 国共两党实际上都得到了苏联的资助 如果我们还记得的话 我记得蒋经国先生还曾经专门到苏联去学习 并且他的妻子还也是个俄国人 所以他们之间呢 国共两党真是很奇怪的 两个对立的政党 但是他们都跟苏联保持着很密切的关系 并得到他们的资助 那么我想向你请教的问题是 因为我看到你的文章啊 你说苏联对中国进行控制以后啊 中国就全面成为了殖民地 那么苏联 你怎么解释这个观点 同时呢 苏联又是如何对中国进行控制的 如果说八国联军进入北京以后呢 中国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 也就是说呢 八国联军把他这个自由民主的这个概念呢 通过刺激太后 向中国这个施施的话呢 或者说带领中国呢 走向一个自由的这个体制的话呢 那么苏联的入侵呢 就带有一种全面沦陷的性质 所谓殖民人只是一个概念 实际上我们现在 中国人应该对英国人殖民香港150年 应该有个亲属的概念 香港没有几个英国人 从来就没有多少英国人 你现在到香港去见不到几个英国人 实际上在大部分时候 英国人也就是派出几十个官员 几百个警察 甚至在1956年的时候 英国人仅仅有大概三十个官员 再加上两百个警察 而且两百个警察 他不全是英国人 还有印度人 还有其他人 就仅仅两百个警察 其实两百个警察里面 大概只有几十个市民国 也就是那么几百个人 再加上驻军 有个几千人到几百人 最少的时候只有九百人 就关了一个香港 所以说呢 如果是殖民主义呢 并不是说 非要把人民植入进去 这是一个模糊的概念 如果要是说 从农业的角度 如果看呢 苏联就是一种农业 实际上苏联人的殖民 他派出的苏联部分人数是少 但是呢 他主要是建立了 国共两党的这个军队 最主要他把马克思主义 强行制入中国的头脑 他通过军队 强行贯彻这种意志 中国人总是迎合暴力 总是跪倒在暴力面前的 他掌握中国人的特性 所以说呢 他通过国共两党的党军 此地的这个征服了中国呢 他就把这种 就是这个 这种马克思主义啊 把这种共产主义呢 强行的 就是说呢 让美国的中国的知识分子解决 不结束后来就采取给你杀料 来进行一轮又一轮的清洗 国民党应该说是第一轮给中国传统 或者对中国的自由主义者 民族主义者第一轮大清洗 是由国民党完成的 然后蒋经国本人呢 他那时候就作为真实 就蒋介石为了向苏联表忠心 因为中国历来有一个传统 就是说你要是 阿皇帝要向老皇帝表忠心的话 你要把太子送过去 我们知道吴山贵也把这个太子 送到满洲人的北京 所以后来满洲人叛乱的时候 不不后来那个吴山贵叛乱的时候 满洲人迅速就把他赞成了 中国这个这也是中国古代的传统 所以蒋介石表示他的忠诚就把他的儿子送到苏联 然后呢在苏联生活了大概有15年之久吧 好像反正蒋经国呢在苏联呢 应该是生活的苏联人对他的关注 而且后来呢也没有杀他 因为他那时候呢跟他父亲一刀两断 他为了自己的这个生存 就说他从某种意义上 那时候应该说他就看脱了苏联的这个 制度的这个虚伪性 还有在工厂里做过这个工厂的厂长工作过 他那个厂长也都发生了一场多 也就是因为他的身份重要特别 但是蒋经国呢应该说 对共产主义的这个危害的正式深刻 对专制主义的认识深刻呢 也就跟那段时间他在苏联的经历有关系 所以这由此也就可见了 国民党内部 沈中山呢是全面投靠了苏联 当然他死得早 蒋介石呢后来把儿子送回来 但是尽管呢他跟决裂 蒋介石实际上统治呢 实际上在他应该这样说吧 他始终在配出大陆之前呢 始终跟苏联人的密切关系 这个答案也够在他 也就是说苏联人呢 对国民党的军政这个官员呢 始终都有大量的控制 就是通过秘密经备 我们后来实际上所知道的 这个国共作战的时候的 大量的情报 那个情报员实际上并不是 中共特务系统 因为中共特务系统虽然也很庞大 但是呢他没有苏联的这个情报系统呢 更厉害 像您看后来那个为什么 共产党已经到处有根据地了 但是他的党长期还停留在上海 因为上海呢就是西方的这个租界里面 上海的西方租界里面 这个克格勃的力量是很强大的 他在那里面有足够的资金 他能也有上层的关系 他能够保护这个共产党的一些人 所以说呢 在那个时期呢 应该这样说 这个苏共呢 在租界 在中国呢 他是具有强大的影响给的 当年的这个很多学生运动 在那个时期内 实际上这都是苏联人 跟苏联人的控制有关系 当时的很多文人 很多出版社 在这一点上苏联人是高明的 就是苏联人知道宣传非常重要 他在上海收买了很多的这个书局啊 负责人呀或者这些报社的主编 这个都花不太多的钱 但是影响却非常巨大 而这一点呢 其他国家的人都比不上 就他们都觉得奇怪 这些报社为什么都赞美苏联 为什么都为苏联人账务 这实际上都是银票在起作用 就像现在香港 他的这个渗透的情况 从某种意义上 就像中共对香港渗透 你看香港现在 有多半的刊物都是 明明暗的提供来说话 立法局大部分都被中共收买 所以说呢 要想了解当年 苏联或者克格勃是怎样控制中国的 就看是中共的情报机构 怎么样控制香港的 就足够了 现在的香港提供了一个完美的蓝本 来说明当时苏联对中国的控制程度之上 中共现在在香港至少有十万里潜伏的共产党员 因为共产党按照香港的惯常的法律 英国早年制度法的共产党是非法主 所以共产党在香港始终 它是一个地下党 但是它有十万之多的共产党员 而且它控制了香港的这个 这个上层 控制了香港的这个立法会 应该三分之二的成员收买了 控制了香港政府的主要官员 都是共产党挑战的 香港这个警察队伍里面的主要头目 也都是共产党都私下里面给他们输送特别的利益 给某种好处进行收买的 就是说他除了工资以外都另外还能拿一份津贴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当香港民众运动的时候 香港警察站在队里面 因为他拿了不能当钱 也不能当干 同样香港的这个议会 香港的这个司法机构也都受到中国的这个收买 实际上当年香港被收买 就当年也是这种状况 也就是说呢 克格勃通过收买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了中国的党政军 包括新闻甚至各界的这个要人 就是站在这个重要岗位的人 因为这些人呢都是贪婪的 他们对于苏联的人每个月能送来几千美元 相当于每个月送来几千美元 他们是非常非常高兴的 你就像那个后来的这个国民党的那个军 那个国防部军令局局长郭汝贵啊 他曾经拿了两百万大 两百块大洋的金钱 两百块大洋当时是多值钱啊 那可以可以共郭汝贵就是讲两三个小老婆 可以就是说住一栋豪华的别墅 长期秘密的过渡舍赐的这个生活 这个是非常具有诱惑力的 对于中国人来讲 对于不信神没有宗教信仰的中国人来讲 他有巨大的 而且他是成年累月给他 不是一年给他一年又一年 长期提供给他 对他有巨大的诱惑力 苏联在北伐战争以后呢 已经把中国彻底变成了殖民地 就从殖民地的基本定义来说 中国完全被殖民化了 直到现在 比如说中国人实际上 脑子里面所装的这些共产主义 什么社会主义 这个概念还是当时的这个苏联殖民者 苏俄殖民者 中国的制度 尽管苏联人本身已经放弃了这些东西 觉得制度是异端邪说 这个荒谬的愚蠢 但是呢 中国人就不同了 仍然把这些东西放为归孽 你看现在中国的局势 恰恰就是说呢 克格勃的成功 就是说他用绳子拴住了中国人 尽管后来呢 他这个物理上的这个绳子消失了 比如说后来毛泽东也跟这个苏联人闹翻了 但是呢 他已经深深的就是说已经造就了中国人的这个社会的这个构造 也就是说呢 他把中国的这个整个的这个知识结构呢 已经给你驯化了 比如说他的历史观 他的唯物主义 他的哲学观 苏联人把整个这一套东西都已经置入了中国人的脑海里 所以呢 他是这一种思想改造 他已经改造了中国人的思想 而且中国人什么时候才能摆脱苏联人置入了这些病毒 我们还不知道要经过多半年 反正至少现在可以肯定的是 自从1927年以来 苏联人就已经控制了中国 到现在已经将近100年了 他实行的 他已经可以说中国就是一个从来以后到现在为止 都是一个殖民化的国家 一种外来思想 而且呢 他一种世界上欧洲范围的最野蛮最愚昧的一种思想 一种理念 一种生存意识 一套哲学思想 一套这个这个政治模式 完全被置入了中国 因为中国到现在思想还是一个 意识不到中国人 还是一个殖民的社会 因为他是一种隐性 他在你的意识深处 他实行意识地控制 观众朋友们 张宁先生认为在北洋时期 苏联对中国进行了全面的渗透 克格勃一马当先 虽然大多数北洋军阀抵制恶共 但深中山却以苏联一拍即合 在苏联的支持下 民国建立了中山大学 黄浦军校 苏联黄浦军校的雇佣金 征服了中国 中国全面成为苏联的殖民地 苏联掌握了中国的控制权 并输入共产意识形态 并开始祸害中国 好 各位观众朋友 今天的节目到此 感谢您的收看 也感谢张宁先生 感谢您的收看